日经亚周五日报道 菲律宾中美大使罗姆德斯表示 若台海爆发冲突 且牵动到菲律宾自身安全与重要性时 将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罗姆德斯指出 非国军方与美军都在检视可用区域 可能额外供美军一座海军基地 这个也是在对中国做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制 尤其在8月4号到8月8号军演非常体健 中国化社的这个六个演技区域里面 有一块是在巴士海峡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小马可是 他对美国来讲都是无法接受的 虽然他只有提到海军基地 可是就我知道其实包含空军和海军基地 美国跟菲律宾之间都已经有共识了 最有可能就是在苏里克湾 小马可是今年6月30日宣誓就职 成为菲律宾新任总统 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等议题上 已释出信号 他将有别于前任总统杜特蒂的亲中立场 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位于旅宋岛 该地与附近的克拉克空军基地 过去一直是美军在菲律宾的重要据点 直到1992年双方因租约谈不拢 美军才全面撤出 外界高度关注小马可是上台之后 美军是否能正式重返苏比克湾 8月15日 罗姆德斯在菲律宾外国记者协会 线上论台接受提问时也指出 菲律宾与美国两国存在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若卷入台湾海峡争端 马尼拉不一定会被迫参与其中 但是若爆发大规模战争 菲律宾将与美国同盟 新唐亚太电视黄亮剑张芮臻综合报道